2024年8月13日 Web 3.0 亚洲机构峰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 黎斯卡尔顿大酒店盛大举行 本次峰会混集全球 Web 3 行业顶尖的专家 学者 投资机构和投资人 共同就Web 3 行业最业话题 最前缘的投资和未来技术趋势展开深层探讨 现代电视视频专访零上 CTO House Showboxy 零上CIO Leon L.E.E.先生 据Tech It News报道 零上协议作为峰会的钻石伙伴 受邀参与此次峰会 向与会嘉宾展示了零上技术的灵魂特色 点燃了本次乘会技术创新的激情 零上CTO House Showboxy 及CIO Leon L.E.E.作为会议的重磅嘉宾 发表重要讲演 与行业顶尖学术专家一起窗想了 未来区块链发展的前缘趋势 契合Web 3.0 及零双七大技术创新 定义了未来区块链全球统一章本 布局构建一个高效 安全、灵活的去中心化卡链转账和交易系统 当下环境下 区块链技术面临数字资产 安全性的挑战 在用户私仰没有泄露和被盗的情况下 每年数亿美元的合约资产被盗走 卡链桥受黑客攻击 项卡链桥项目监守自导 导致用户承受巨大损失 用户托管在交易所的资产 因为交易所挪用 跑路而血本无几 PowerShield百事 在本次峰会上否释当前根本性问题 提出安全性问题的根源 在于没有正确地处理章本 自以太坊开始 合约所发行资产的章本由合约管理 抗公子管理区块链本币的章本 因此用户的本币资产 是在用户私仰的直接控制之下 而用户的合约资产 是在合约的直接控制之下 而用户通过合约间接控制自己的资产 任何合约都是一个中心化的存在 合约的章本是中心化章本 而非去中心章本 这是在私仰安全的情况下 即便合约的执行是去中心的 用户资产仍然会被盗的根本原因 所有跨链桥都是中心化的 跨链需要在原端将资产 转入跨链桥方的钱包 在没端从链桥方的钱包转出资产 一旦二端的钱包受攻击 或发生监守自导 用户即会遭受资产损失 用户在交易所进行交易 需要先将资产托本级交易所 因而存在被挪用的风险 针对全链资产自由流通中的价值 孤独及安全性问题 Howard Shubox前瞻性提出 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 在于以去中心的方式管理合约资产 卡链资产和交易资产 因此需要提供一个能够覆盖 这些资产的去中心账本视角 从而达成 本币资产与合约资产的统一 本链资产与内链资产的统一 总账本与分账本的统一 的区块链统一账本 零商协议卡链有别于 以太坊、L2、Polygon、FONG、BSC NerveBridge等传统卡链轿及 Polkadot、Cosmos传统卡链协议 它遵守FOC协议的区块链间卡链 资产可以直接去中心化 安全地从原链地址转移到目标链地址 无需中间人或合约持有 这种卡链由抗工管理合约资产 目前区块链资产交易主要有 CES和DES两种模式 CES即中心化交易所 用户需将资产托管级交易所进行交易 存在信任问题和安全隐患 且有KYC要求 匿名性和隐私保护不足 DES即去中心化交易合约 采用自动造市机制 用户向合约发送资产进行交易 但需提供流动性 存在或点和 MEV问题 造成客户损失 本质上也是托管的 是托管风险转嫁而非消除 零商协议价够了全新交易模式 及非托管交易 NCS 他兼具 CED和DES标点 用户无需将资产托管级交易所就可以价单交易 对于项目方 没有高昂的上所费 对于用户 无需交易所开户 无需托管资产 资产绝对安全 没有 KYC 高度匿名 NCS无需 DES模式 占用大量资金 价格不因小雅交易而剧烈波动 无滑点 MEV 零商 NCS技术核心是零商的智能合约模式 没有其他区块链可以实现 NCS 明示合意智能合约是零商技术的创新 采用 UTXO模型 允许交易各方明确表达意愿 他强调交易结果 需符合各方预期 交易事项抗工可知 折点验证交易结果 是否符合各方意愿 最终由抗工记彰一切 该合约模式有效 避免了智能合约钓鱼 程序错误和误解导致的资产损失 增强了安全性 导绝了通过合约导舍的可能 交易结果 以UTXO输出形式交付 确保资产所有权清晰 明示合意智能合约 相较于以太方在意识表达 执行验证 结果控制及记彰方式上 均有优势 是其他智能合约技术无法企及的 通过这种模式 实现了本币资产与合约资产的统一 零商协议通过 引入统一的资产定义 UAD 实现了各类资产的一致化表达 因而抗工可以记录来自其他区块链的资产 在FOC网络中 任一区块链上产生的资产 都可以被网络中其他区块链上的用户 或合约自由使用 这极大地提升了资产的流动性 多个区块链通过 FOC紧密连接 资产在网络内部实现自由流通 FOC网络中 每个区块链账本都遵循同一资产表达方式 不仅记录本链上的资产 还包括来自其他链的资产 从而实现了本链资产与内链资产的统一 零商协议使用链续价值传书协议 FOC 链续是一个区块链组成的网络 是在抗工组成的网络之上的一个网络 每个区块链网络以去中心的方式 记录各自所管理的资产 而链续网络则协调资产在不同区块链转移 从而保证每个区块链所管理的分账本 与所有区块链账本所合并形成的总账本是统一的 明示合意智能合约 UAD、FOC三项技术的结合形成了区块链统一账本 统一账本技术实现了多年资产的互联互通 构建了去中心化价值传书网络 实现了资产的自由流通 零商协议已在中国境内 美国及欧盟多地申请专利技术 目前已推出钱包应用 随着公联接入更多的应用项目落户零商 用户基数必将大幅增加 零商协议定会实现其区块链上 S.W.Y.FT的云委报告